今天的我们要像爱护生命一样 爱护五星红旗 因为国旗神圣不可侵犯 大家说能做到吗 共产党是天下最迷信的党 五星红旗立东方 你看到红旗了吗 红色就是鲜血 血染的红灵权力 老百姓就是红色 这就是我的臣民 我的奴隶 然后火 火生土 土什么颜色 是黄和金 就金色 咱们叫黄 金色的五星 五星是四个星 要过来是月亮 中间一个星是太阳 四星影太阳 四星影太阳 围绕四个星星 太阳 什么五星 金木水火土 共产党老大 在骑的一脚上 他叫做骑肘 不管这个骑怎么摆 你看他那个骑的脚这块 那块就一直不动的 踏踏踏 后面一直啪啪啪 风在那摆 四星围绕一个星 但是我听过一个欧洲的领导人说过 他说共产党忘了 你再扭你 那个星的位置很小的 学大多数还是老百姓的权利 讲得好 他的迷信封是红色 血染的 血染的乌沙帽 红灵 所有的火生土 土生万物 你看到没有 所以说共产党你知道 这个骑不沾血 这个政权就不稳 所以他经常要杀的人 什么八九六四啊 大跃进啊 香港啊 是吧 维稳啊 经常要死人 包括那四川一地震 文川地震 死了几十万人 马上文家宝就说了 多难星包 是吧 多死人 咱这红旗就更加飘荡 飘荡飘荡飘荡 所以我现在我对这个红旗 我非常反感 我一说实在 但是这个五星当中的火生土 它土太少了 土生万物 它那个土中了一点点土 它只代表所有的一切以党为核心 所以这个旗子要更换 现在整个运气不在他那儿 所以这次两会能看出来党员 发现这个整个北京城 乌云盖顶 大白天突然间黑天了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大家 这在历史叫什么天气吗 这叫什么天气吗 这叫鬼天 鬼天来之日 就是耕潮换代时 从刘邦 秦始皇 秦始皇在史记当中专门迷你 连续三天 大下午的突然间天黑了 秦始皇觉得自己完了 在自己的熏油车上 给赵高 给李斯 说这看来我这个病不好啊 有问题啊 所以说这个秦始皇的时候 落的时候就是这样 汉朝 汉武大帝一样 然后就是天上落彗星 落彗星啊 这是这些症状 再有地震 天灾 这个发大水 大家看到广州 深圳 东北 下大冰雹子 还像观众病毒似的 你们看了整个中国 这个异象 就在这个两会级 而且所有开两会的人呢 都恐惧到了死 所有人都在演习 终于 终于习主席 终于习主席 跟美帝国主席干这么闹地 这是我们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 要挺过艰难的这一关 全都讲了 说所有人在自己的驻地 也不出去 这回来就出去吃饭人很少 因为有冠状病毒 很少人串联 都是会场 回房间 玩手机 回去听爆料革命去了 可能啊 这是开玩笑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这就纯王八蛋演戏的 而且谁也不敢说话 到处是摄像头 一个路口就20到50个警察和武警 警察也不信 让武警看着警察 武警的背后又派出了8341 截击手 截击手后面有一手枪顶着 谁都不相信谁 领导们演戏演到了家 摄像机一来 大家都打着鸡血似的 摄像机一撤 都是捏不垃圾的 这次两会 所有的人讲话 素质 包括各到各省 各地区座谈 几乎都是大家说好的话 说这次两会开到了这种官僚 虚假 和那种低迷 是共产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没有过的 大家都非常清楚 但谁都不说 参会的代表很多人给我发出信息 说我们在全世界启动了共产党 几十年来在海外的所有的力量 要和美国一战 做好最坏的准备 全面天上地下 人文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共产党前沉默的力量 要求外交部一定要在 包括在舆论上大卫先生 包括现在马上共产党要抓住共产党 在美国克里德堡生物军事基地 就是过去都传说 克里堡这个军事基地 克里德堡就是军事生物基地 是美国当年在实验室创造艾滋病的地方 现在要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 说这是要声讨美国 艾滋病就是你研究出来的 实际上是造成国际上的议论 你能研究艾滋病毒 你都能研究冠绕病毒 要办这个 美国某些政客疯狂地使出一切肮脏手段来攻击中国 恰恰暴露出他们越来越深的焦虑恐惧 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 究竟为何在去年7月突然关停相关研究 美国国内和分布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乌克兰 哈萨克斯坦等地的生物实验室又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且看美国政客如何编故事吧 然后就是要死缠暴打 然后经济上威胁美国 说你要敢给我脱钩的话 那咱俩就全完蛋了 然后把香港的四大表连家族死死包住 对台湾所有的蓝金黄的力量 全面要跟美国对抗 许大怨 这是这是杨娘娘出行 许大怨 现在只要是川普总统这一届管你之后 中国市场让你有万亿的买卖 有些国家很贪婪 哎呀我想这个 哎呀没问题 我想在你国家 哎呀没问题 都是没问题 共产党一概追点 许大怨 花大名 守燃月亮 口吃太阳的主 都给你满足 你要一个太阳 我给你五个太阳 经济坏到什么程度 我告诉大家 现在 国内的经济 对外的贸易 和对外的所谓的 有外汇的型的企业 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基本上是崩溃 这是一屋最大的物流仓库 一屋岗 看看 外贸的世界末日 没有人多安静 不是说倒闭啊 不是破产 是崩溃 什么叫崩溃 知道吗战友 你破产了 是因为我赚来的钱 完全抵挡不了我的开支 我叫破产了 这这这破产了 你没办法呀 因为你赚不了这个钱 你养活不了员工 你就破产了 崩溃型企业 这是什么概念 是战争 突发事件 导致你休克性死亡 不是利润的问题 一下子比如说 突然间 你的东西厂子被烧了 或者突然间你的客户全部消失了 或者突然间你账上的钱 冻结不能动了 这叫猝死 崩溃式的这个死亡 绝大多数这几 一下子订单 70%被取消了 一下子订单 100%取消了 100%取消订单的结果是什么 你仓库里还要有存货呢 你卖不出去 你订的料 你还要付钱 工人你还要发工资 水电费你还得交 这你惨了 不是说我挣钱 我支付不了开支的问题 是你马上 即使把一切都付出 你这下半辈子 下一百辈子可能都要打工来赔钱 他结局是蹦踏实 我头两天一个 跟我合作的一个朋友 台湾的朋友 到现在在越南开厂了 他坐自行车的 做世界上第二大自行车厂 原来是在深圳坐 现在是移到越南去了 他说从深圳移到越南以后的 这个自行车价格多少呢 降了30%到35% 质量呢 只比中国好 不如这么坏 订单增加多少呢 11倍 国内这厂几乎全关了 就剩下那个厂子 就给你顶债 以物体债 耍赖皮下了 我说你们 那你从台湾刚那边去 你这个现在产量到哪里 他说美国厂家很明确 直接告诉他 说在几个月以前就告诉他 如果你中国产的 我一个不买 你要是越南产的 我可以买 结果其他几个厂子 没来得及转的 惨了 倒闭了 他这个就要钻大墙 就美国的这个买家 到了什么程度 你只要中产我就不买你 德国我有几个朋友 在国内全是做这个汽车生产配件 德国是最亲共的 但是德国的厂家 很多东西是卖给美国的 美国厂家直接告诉他 如果你赶这个厂家是中国来的 你就一件我都不会买你的 你写承诺书 德国人吓傻了 德国人相信法律 美国人太厉害了 停 一停是多少 百分之百停 因为不可能因为取消美国百分之六十的订单 才保留国内的百分之四五十的订单 他没办法平衡 全部停止 但是这些人还要在共产党那举手 我跟你们总在一起 我们要坚决跟你们站在一起 跟美国人斗争 这边撤金融节 高盛 今年下半年到明年 高盛能活着就是他的幸运了 高盛在中国香港 他所有的关于国内的投资 他可能赔得连底库都没有了 让我们团结共同飞出地址吧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你爆料 我跟随了 CCP 我跟随了 感谢观看